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这两天有听众朋友在不同的平台留言说 为什么不讲讲 这是中国在缅北打击电信诈骗的四大家族 里面很多内容呢 大家看了有一些觉得模糊 什么叫国感地区 国感地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 而这四大电信诈骗家族 为什么能够在国感盘踞这么久 造成了这么多人家破人亡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 打击电信诈骗家族 而打击的过程当中 彭家生的部队又是怎么回事 缅甸政府军又在当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这里边错综复杂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这个电信诈骗集团 现在受到打击之后呢 未来国感地区 还会出现这样的诈骗集团吗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打击电信诈骗 这个相关的话题 首先我们说国感是缅甸的一个特区 国感这个特区啊 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呢 它管辖的范围不一样 但是呢 它在管辖范围最广的时候呢 它是占了大概缅甸地区 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这个领土 所以说国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地区 国感地区除了大之外呢 它现在的人口据说大概在25万到30万左右 而更加有意思的是啊 在这个国感 特别是国感的首府老街 这里边生活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或者说讲华语的人 其实有些人是新移民 有些人在住了好几代 但是呢 他们讲的是汉语 用的是汉字 包括老街的一些学校啊 据说他们用的这个课本的教材呢 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虽然说在国感地区生活的人呢 大部分讲汉语用中文 但是呢 他们在缅甸呢 被称之为国感族 为什么他们被称之为国感族呢 其实国感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国感地区呢 它原来的名字叫麻绿坝 在这个缅语当中啊 坝就是平原的意思 我们知道缅甸呢 有很多山区 所以在山区当中 如果有一片平原的话呢 这一般是缅甸人聚居的地方 所以它原来的名字呢 叫麻绿坝 但是这个国感这个名字啊 是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之后呢 英国人起的名字 那么这个名称的来源是什么呢 一种说法是 因为这个在国感地区呢 有一个有座山叫科甘山 所以呢 从这个英文的音译来说呢 大家就把它叫成了国感 另外一种说法呢 是当地善族人 他们在叫这个国感这个地区呢 他们把它称之为 九户人家组成的一个小村子 那么根据善语的发音呢 是国感的意思 但是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科甘山的英文的这个义民 所以呢 这个地方被称之为国感 原来在缅甸的这个麻里巴地区啊 在明朝的时候呢 生活在这里的大部分是缅甸的这个 善族人 善族人是什么意思呢 他其实跟中国云南的歹族呢 是同一个民族 只不过在缅甸呢 这些人被称之为善族人 他们从语言文化上 从这个人种上呢 其实是同一种人 那么明朝的时候 这里生活的人大部分是善族人 但是呢 因为这个国感地区很大 生活在当地的这个善族人呢 人口很少 直到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呢 国感地区发生了一次人口的大迁移 清朝的康熙元年 吴三桂进攻缅甸 当时的缅甸叫东玉王朝 就是呼吁的玉 东玉王朝在吴三桂的进攻之下呢 被迫交出了流亡到缅甸的南明永利皇帝朱优郎 吴三桂后来亲手猝死了朱油郎 以表达自己对清朝的忠诚 朱油郎流亡到缅甸呢 他并不是一个人 他有相当多的这个部署和随从 其中一个人呢 叫杨高学 杨高学原籍是南京应天府的人 杨高学在这个朱油郎被遣返回这个中国之后呢 杨高学带领剩下的这些人呢 逃到了中缅边界附近的柯干山 就是现在讲的国感地区 杨高学带领这些人逃到了柯干山之后啊 他并不是只是在那里避难 而是在这里呢 开始组织武装力量跟清军周旋 毕竟这个地方啊 山高林密 清军要想把这个南明的这个残余力量 彻底给消灭呢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后来呢 清朝跟这个杨高学就达成了一个协议 清朝在这个蜡树附近呢 就设立一个木帮宣卫师 任命这个杨高学为这个土师 所以呢 杨高学也知道 自己要想恢复大明江山呢 也没有可能 于是跟清朝就达成了一个妥协 他不再去袭击清朝的这个军队啊 官署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构 他就在这个柯干山呢 就带领这些汉人呢 慢慢就在那里生活下来了 杨高学这个土师的这个位置啊 世代相传 一直传下去 直到缅甸被英国殖民统治 1886年的时候 英国人打败了当时统治缅甸的共邦王朝 把缅甸呢 纳作印度的一个省 所以从此缅甸呢 就被英国人殖民统治 当英国人殖民统治缅甸的时候啊 杨土师马上就投向了英国 所以呢 英国后来跟这个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这个协议当中呢 慢慢就把这个果干地区划到了缅甸 其实我们看到有些历史资料 或者今天你去这个网上查这个果干地区啊 一般在这个中国的描述呢 都认为果干地区原来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在明朝的时候呢 是属于中国的云南省管辖 这个说法准不准确 真不真实呢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说法当中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为什么说值得商榷呢 我们知道中国跟周边的一些国家 总是有一些领土的纷争 为什么会有这个领土纷争呢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因为中国的封建王朝啊 在他们的眼里边有句话叫什么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所以呢 中国对于自己版图的这个理解 是完全是一个中央王朝单方面的理解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我的 就是我的 特别是在跟邻国的一些交界的地方啊 往往是模糊 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边界 就是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当中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将无界 就是我认为这个领土是我的 但是呢 我没有跟邻国在这个法律意义上划分边界 直到这个清朝的时候 中国才跟周边的国家开始划分边界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地方就发生了这个争议 所以明朝的时候 国感地区到底是不是属于 明朝的这个云南省管辖呢 最起码云南省在国感地区 没有派驻自己的这个行政管理机构 只是大手一画 这是属于我的地方 那么这里的民众呢 都属于我管的 但是那个地方啊 地广人稀三高零密 所以呢 云南政府也没有对这个地方 有任何实质的管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后来英国对缅甸殖民统治之后 英国在1894年的时候呢 中英双方重新划定边界 在伦敦签了一个叫中缅边界条约 这个时候呢 中缅边界条约当中还规定 国感地区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按道理说 如果这个条约签定了 国感地区就应该是中国的领土了 但是因为杨土司 杨家的这个土司继承人 投向了英国 主动向英国人说 愿意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 所以英国人呢 马上觉得 这个国感地区既然土司向我投诚了 应该是属于缅甸的领土 于是呢 在1897年的时候呢 英国又迫使清王朝在北京 重义边界问题 在这次签订的协议当中啊 国感地区从此就划给了缅甸 于是呢 国感的这个汉族呢 从此就被称为国感族 汉语呢 也被称为国语 这就是国感为什么从中国的领土 变成了缅甸领土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只能说是一个双方在领土 有争议的情况下 因为这个阳性土司的这个行为 导致了英国和清朝在谈判当中呢 用各种手法 把国感地区呢 划到了缅甸 到了1942年的时候呢 殖民统治缅甸的英国人 被日本人打败了 日本接着对缅甸进行殖民统治 日本人要求缅甸的这个各族的这个投人呢 都要服从他的这个统治 那么并且呢 日本人讲得非常好听 说你们只要是服从日本人的管制 日本就把你们从这个英国殖民的这个状态下解放出来 让缅甸呢 可以独立 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 其实缅甸有一些知识分子 也开始在讨论缅甸独立这个问题 那么代表人物呢 就是缅甸国服务昂山 也就是今天被关进监狱昂山素姬的父亲 昂山很有意思 昂山是一个接受过英国教育的一个缅甸知识分子 但是呢 他认为英国不应该对缅甸进行殖民统治 他要带领缅甸走向独立 那么昂山如何才能让缅甸走向独立呢 昂山当时啊 觉得共产主义是适合缅甸的 所以他要寻求共产主义 他到哪里寻求共产主义呢 那当然是到中国去寻求共产主义 更快更便捷 因为当时在1940年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武装力量啊 已经跟蒋介石的这个军队联合抗日了 所以昂山呢 就准备到中国是寻求共产主义 谁知道昂山在中国的福建上岸之后呢 昂山从寻求共产主义来解放缅甸 让缅甸独立呢 变成了依靠日本人来带领缅甸独立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故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天高海阔张修杰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的是中国政府打击缅北四大电信诈骗家族 那么这个四大家族所存在的地方叫国感 国感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这么多讲中文讲汉语的人在那里生活 上一节我们说了 当时的缅甸被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呢 日本人打败了英国人 所以缅甸当时有一群知识分子要追求缅甸独立 本来他们想到中国去找中国共产党寻求共产主义 但是当他们在福建上岸的时候呢 就被日本的特务机关给发现了 当时的日本特务机关对昂山等人非常的客气 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们要争取民族独立的话 依靠日本是最强有力的支持 因为日本为什么要发动这个战争呢 日本就是为了把欧美白人的殖民统治者赶出亚洲 亚洲人是亚洲人的 所以呢我们大东亚工农圈最适合缅甸 昂山一听觉得有道理 于是呢他带了29个缅甸青年到日本 就进行了一趟访问 访问之后呢 这些人又留在日本受到了这个培训 所以呢缅甸独立的最早的先祖昂山 包括他所带到日本的29个人呢 在缅甸历史上被称为三十亿士 他们是缅甸独立的先驱 但是呢 在中国很多史学家的眼光中看起来呢 这个昂山当初无非就是缅间 是服从于日本的统治的 当然后来昂山也觉得 日本其实跟英国人一样 也是对这个缅甸进行殖民统治 所以在这个二战的末期 当他看到日本人马上失败的时候呢 昂山就转投了英国人 转投了美国人 但是昂山也没有等到缅甸独立建国 因为他内部斗争的问题呢 他在建国前夕就被暗杀了 那么这是缅甸的一段历史 缅甸独立之后啊 国感地区怎么办呢 开始缅甸独立的时候 缅甸政府是把国感地区 认定为一个特区 也没有打算把国感地区怎么样 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国感地区呢 可能很多人会联想到 另外一个名称金山脚 其实金山脚也属于 国感地区的一部分 金山脚大家都很熟知 过去曾经是鸦片的生产地 那么金山脚的鸦片生产呢 其实来源已久 是英国人开始 对他进行殖民统治的时候呢 这个地区就开始种这个鸦片 鸦片在金山脚地区啊 当地的民众把它称之为缅庄家 什么叫缅庄家呢 因为中国人种水稻啊 种这个小麦啊 称之为种庄家 缅庄家的意思呢 就是你把种子撒到这个金山脚地区 根本就不用管它 这个因素就会长出来 然后你收割之后呢 就可以获得一笔财富 所以金山脚地区 种植鸦片是由来已久 这跟英国人殖民统治呢 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后来国共内战的时候呢 国民党的第八军当中的 一个团的残部 逃到了这个金山脚地区 那么李国辉就是这个团的团长 后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团 国民党另外一个团的副团长 谭忠 这两支部队呢 在缅北地区呢 重新整合之后 变成了云南反共救国军 他们在缅北地区 在金山脚地区怎么生存呢 有些说法是他们在种植鸦片 但是我看了一些回忆录呢 当时李国辉领导的 这个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呢 他们是帮助鸦片贩子 运鸦片 因为在运鸦片过程当中呢 各个山头都有地方武装 那么这些地方武装呢 会对这些商人进行抢劫 所以呢 当时的国民党残军 利用这个保护商人这个身份 从中获得自己生存的条件 当然这个国民党残军这个故事啊 以后我们有机会 可以开一个系列节目 跟大家慢慢聊 因为我在很多地方 收集了一些有关国民党 缅北残军的一些当事人 一些将领 他们的回忆录 里边的故事啊 内容非常丰富精彩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只需要知道 金山脚其实也是 这个国杆地区其中一块 而国民党残部呢 后来在国际压力的影响之下 撤出了这个金山脚地区 但是呢 有一些中低级的军官 还留在了当地 比如说我们很熟知的 大独教昆沙 还有他的参谋长张苏全 其实昆沙的汉人名字啊 也姓张 他的中文名字叫张祺夫 那么为什么有个昆沙的 这个扇族名字呢 因为他的父亲是汉人 他的母亲呢 是扇族人 所以昆沙有两个名字 昆沙后来向缅甸政府投降之后呢 他有个部下收容了 他一些残部之后呢 继续在做走私鸦片的这个生意 这个人叫诺康 大家还记得 2011年的湄公河产案吗 湄公河产案指的就是 诺康勾结泰国的军警 杀害了十几二十个中国的船员 后来呢 诺康被中国政府逮捕引渡 押回中国之后 判了死刑 所谓的犯我大汉者 虽远必诛 这就是诺康在中国被处死刑之后呢 中国媒体对这个事件的评价 所以这是国民党残部 在当地最后的一点存在了 那么这个有关国民党残部 在云南的在这个缅甸一些故事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讲 国杆地区在缅甸独立之后呢 它变成了一个特区 但是在1960年代呢 缅甸发生了军事政变 缅甸的这个军人政府上台之后 开始对国杆地区采取了强硬的手段 要收回这个国杆的自治权 于是呢 国杆地区的这个当地的武装 就是杨家吐司呢 就跟这个缅甸政府军发生了冲突 这个时候啊 缅北地区还出现了另外一股军事力量 就是缅甸共产党 缅甸共产党是整个60年代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它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中国政府 所以当时缅共利用缅甸政府军 对杨家地方武装的围剿啊 很快就占领了国杆地区 那么在缅甸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打击之下呢 缅甸政府军又节节败退 所以国杆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是被缅甸共产党所统治 而缅甸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将领 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彭家生 彭家生原来是属于这个杨家 杨家土司底下的武装 后来呢 投到了这个缅甸共产党的这个队伍当中 再后来呢 他又背叛了缅甸共产党 慢慢呢 彭家生就变成了国杆地区 最有实力的地方武装 彭家生变成了国杆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之后呢 他又跟缅甸政府军发生了很多矛盾 于是这个缅甸特区跟缅甸政府军呢 曾经发生过好几次这个激烈的冲突 也就是后来一般媒体所说的国杆地区 发生的这个三次这个内讧 第三次内讧啊 彭家生手下有几个重要的将领呢 就跟缅甸政府军结合在一起 把彭家生给赶出了这个国杆地区 而这几个将领呢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缅北地区反诈骗当中所描述的四大家族 简单的说 这四大家族的原来的领导人 都是彭家生的部下 所以彭家生的国杆革命军呢 在这个四大家族的背叛之下呢 就被赶出了国杆地区 缅甸政府军把这个彭家生赶出国杆地区之后呢 也没有办法对这个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 这是为什么中国会对缅北的四大家族的 这个电信诈骗集团进行打击呢 据说是因为所谓的卧虎山庄事件 大家看新闻当中都有这个卧虎山庄事件的描述 说是10月20号呢 卧虎山庄准备把几十个电诈人员 转移到另外一个山庄 白鹤山庄 白家控制的山庄 但是在转移过程当中呢 这些电信诈骗从业人员呢 想逃跑 于是这个四大家族之一的 名家手下的武装人员呢 居然就对这些 要逃跑的这个电信诈骗人员呢 开枪扫射 这些人呢 全部是中国人 据说开枪扫射之后呢 活捉了一批 当中有四个人呢 马上亮明自己的身份 说自己是中国大陆公安 在这里的卧底 名家的人 不管你是大陆公安的卧底 还是中国人 通通就把这些人杀掉了 据说这四个公安的卧底呢 还被活埋了 说这个事情啊 是激怒中国政府的一个导火索 于是呢 才会出现了 对这个四大家族的 这个雷霆式的打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国感地区 四大家族存在的来龙去脉 那么四大家族 为什么能够在国感地区 这样猖狂的进行 这个电信诈骗活动呢 其实这个国感地区啊 之前他主要的经济支柱 也不是什么合法产业 从最早的这个 贩卖鸦片走私毒品啊 到后来的 在这里进行这个 地下钱庄的活动啊 还有地下赌场啊等等 反正呢 黄赌毒一向就是 国感地区的经济支柱 但是后来呢 因为疫情的发生 没有人来赌了 也没有人来 这个接受这个特殊服务了 所以呢 国感地区的四大家族 赚钱的来源就少了 于是呢 电信诈骗就应运而生了 所以电信诈骗在这个 国感地区啊 已经猖狂了 有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了 在这种情况下啊 其实无论是中国政府 还是缅甸政府呢 对国感地区啊 一般来说都不愿意惹他 因为国感地区啊 说穿了 他就是一个 还没有被文明开化的地方 当地说明风 十分的野蛮 我曾经看过一个 中国的知青 到缅甸参加了缅供 他在参加缅供 这过程当中 他一些经历 在那个六零年代的时候啊 缅甸地区的缅供控制区啊 还有很多人是 有一种什么样习惯呢 还有吃人干的习惯 就是打仗 打胜了之后 把对方杀死的时候 把对方的肝脏取出来 用缅甸人的方式 做一个烹饪 据说是一个 大补的一道菜肴 你从这些细节 你就可以知道 缅甸地区的 这个文明开化程度呢 还处在相当低的 这个阶段 所以说 在缅甸没有法律管辖的 四大家族 平时他们就是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他们为所欲为 所以说 四个人声称自己 是中国公安的卧底 那么在四大家族看来 你卧底的话 一定掌握他们 大量犯罪证据 那么能把你放走的话 四大家族 未来会不会面临 这个灭顶之灾呢 所以先下手为强 就把这四个人给活埋了 只不过呢 这个事件呢 导致了中国对这个 缅北地区的电信诈骗集团 进行了这个打击 那我们要说 中国打击这个 缅北电信诈骗集团 仅仅是因为四个公安 被活埋了吗 我个人认为 这只是导火索之一 其实我们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 从整个国际局势 国际战略来看 中国自从跟美国 发生严重冲突之后呢 中国在外交上 可以说是处处碰壁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不爱听这个评价 但是事实上 中国无论是在美国 还是在欧洲 很多国家的 这个外交关系当中呢 可以说 越来越冷淡 越来越对立 哪怕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 苏尔斯访问中国之后呢 中国并没有跟这些 西方的先进文明发达国家 外交关系上能够缓和 这就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 影响中国的经济呢 又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中国国内呢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或者在这个经济下滑当中 受损失的人呢 对政府开始不满 再加上中国在国际外交上 处处碰壁 这就令到很多人呢 开始怀疑习近平在这个 外交内政上的能力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 社会情绪 如果是这种情绪 变成一种社会动荡 社会运动的话呢 这会令到中国在经济 下滑的情况下呢 更加雪上加霜 所以我个人觉得 现在用雷霆手段 打击这个缅北四大诈骗家族呢 其实是中国内政的需要 据说彭家生的儿子 所率领的这个武装部队 之所以能够顺利的 把这个四大家族的武装 打得落花流水 据说是因为中国向他们 提供了先进的武器 反正无论怎么说 现在打击缅北四大家族呢 应该说取得了成果 而这个成果啊 就让中国的媒体 可以再一次来一波 犯我大汉者 虽远必诛这样的报道 因为你杀了我们 四个公安的卧底 你还绑 你还这个控制了这么多 中国人在这里从事电信诈骗 所以呢 给你发出警告之后 你如果自若网闻的话 那么于是雷霆般打击 就会来了 这对中国的国内社会来说呢 就可以再塑造一个 中国政府依然实力强大 谁敢冒犯中国政府 谁绝没有好下场 这样的氛围 这样的宣传报道啊 多少可以提振一下 中国国内的士气 在中国目前经济困境的情况下 在外交不断受挫的情况下呢 能够带来一些强心剂 我想啊 这才是中国政府 为什么强力打击 缅北四大电信诈骗家族 最真实的目的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ük地区